您好 歡迎收看9月5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因應蘇花改通車 華蓮縣政府歷史兩年 興建了客運先騎轉運站 7月初開始展開了市營運 日前現場區政務也針對無障礙空間等軟硬體視差 要求滾動式優化改善 在9月5號舉行了轉運站的創新服務啟動記者會 也推出了空手觀光旅運服務 要讓遊客一到花蓮就空出雙手清裝出遊 為了整合國道公路以及市區客運車輛 華蓮縣府歷史兩年 興建客運先騎轉運站 7月起事營運至今 在蒐集各界意見和滾動式優化改善後 5日舉辦花蓮轉運站創新服務啟動記者會 並獨步推出空手觀光服務 讓旅客抵達花蓮就可將行李交由轉運站 拖運至合作飯店 讓旅客空出雙手輕便出遊 我們更增加了整個旅遊路線的規劃 也在我們無論是APPQR控或者是紙本 都會在這裡來展現一個智慧化的 我們的先期轉運站 那另外呢 未來花蓮的我們的旅服中心 也會把他整個移過來 讓他整個旅服還有我們旅運 以及托運的層次全部提高到這個百分之百 花蓮轉運站目前已整合國道公路客運和市區客運 包含桶蓮、格馬蘭和國光9家業者26條路線服務 以及台灣好行都以花蓮轉運站為起器 8月起也和美輪、芙蓉大飯店和立翔酒店等超過30家旅宿業者合作 商用免費的托運服務之年底 托著行李上台灣好行 玩了一天回來 其實是一個比較不方便的一個方式 因此我們參考了國外的方式 日本、韓國他們推動空手觀光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想說花蓮其實是我們台灣全國第一個最有機會推廣這樣一個服務的一個地方 主推他的行李我們先幫他送到飯店 用接駁或者是客運的方式讓他送到飯店 他就不用擔心他的行李 他就可以先到市區或是周邊去逛一下 去做一些消費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已經有跟超過30家的飯店業者已經有接洽完成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些旅客可能他要離開了 可是他的時間 可能他的班車的時間還沒有到 他可以暫時先寄放行李在我們的這個轉運站 出去買一些民產 就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買一些民產 買一些這個紀念品帶回去 因為不可能帶著行李大包小包一起去 那這樣子是提供旅客更多的這個服務 轉運站現場還有即時旅遊資訊 共享行動電源等服務 以及自助式花蓮冠軍的咖啡豆能享用 搭配花蓮好Q和多元支付 期盼要讓來花蓮旅遊的民眾 一到花蓮就能輕裝出遊 記者蔣幫燕華蓮師報導